超全碑 我們已經寫完了以後 我就利用原本的這個書法長的筆法 我自己在示範的簽字文 簽字文也寫完了 跟書有我們特地提到的一件事是 基本上我寫的超全碑大概寫過一次 所以簽字文大概憑我印象去寫 但是後來寫一寫我也覺得我的簽字文 跟他有幾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自己寫的跟他的 我自己覺得有些問題我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我只寫過一次 第一個要注意什麼?長度 通常超全的這些主筆畫 它都非常的長 超出一般想像 其實真的有點過長 真的有點過長 但詩長還是寫這麼長 那我自己在寫的時候 心裡想把它拉長 可是詩長是拉不長的 因為習慣嘛 這第一個 主筆畫應該比我自己寫簽字文還要長 如果你看我的簽字文教學 這第一個 第二個字 左右字在搭配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他例書在寫的時候 左右會稍微分開 有時候會覺得說好像分得有點遠 有時候近有時候遠不一定 說兩個中間的縫隙 它有時候分得有點遠 尤其左右的時候會比上下來的明顯 左右的時候這一點可能要注意 左右的時候會分得比較開 其實我還是寫得比較方正 比較方正 第三個 歷書寫就是要偏扁 偏扁 但是我自己寫其實沒有辦法偏扁 因為沒有每天再寫 再寫這麼一次 那你一輩子有寫這麼一次 那我也不再寫了 所以基本上我自己知道好像不夠扁 所以你自己要加 這第三個 第四個 我們講筆法 這個有筆法嗎 不知道 那我用筆法在前面 我有稍微講一下 我是用 無浪師或是無昌碩的筆法去寫 事實上這筆法只是一種 一種 那你不要說 除了這種筆法都不是 沒有這一回事 筆法很多種 你會用各種筆法來寫它 不是我陳中堅說的算 不是這樣 我只是用某一家 某一派的筆法來寫它 這是筆法的問題 好 再來 粗細的問題 粗細的問題就是要看你 因為在 這個是 聽兵閣版 然後這邊的是 王怡隆版 那王怡隆版的 看起來就比較厚實 比較厚實 比較厚實 比較粗啦 白一點就粗一點 然後這邊寫的比較纖細一點 比較纖細一點 那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我沒有意見 原則這樣兩個都可以試 如果我有機會寫第二次 我可能第二次寫瘦一點 第一次寫胖一點 第二次寫瘦一點 就稍微換一下 換一下 大概這幾點 你做參考 因為 像千字文我們寫的 就寫這一次 那這樣就結束了 那一般人可能沒有辦法 像我們這樣說 寫一個字題 寫完一個字題 就寫一個千字文 那是不可能的 不要再 在留言來問說 為什麼他做不到 為什麼你做不到 當然做不到 你會花的時間太少 那我寫千字文 只是做一個 拋磚語域的動作 那如果你有辦法改我的千字文 那最好 你可以去改 不要把它當成標準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去加油吧 就這樣 再做一次 製作了 製作吧 油 小心 有 好